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音水啸 第663章 仙界凡村 极则海 位于永莹仙域边缘 永莹仙域本就是七大仙域中灵气最为匮乏的一个仙域 其边缘的灵气更是匮乏中的匮乏 几乎无法修炼 仙齐村就在极则海边 算是极则海边的一个小小渔村 在仙界 很少有地方叫做村 即便是仙灵气最匮乏的地方 也会叫做仙房仙脚或是辅仙城 而叫村的地方基本上是被仙界所弃 没有任何价值的存在 这仙齐村实际上原先的名字就叫做仙气村 只是后来村子里出了个大人物 这才改叫仙齐村 无论仙齐村是不是曾经出现过大人物 但此时它仍旧是个仙界仪式的角落 这里居住的人并不多 不到三十户 住在这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不能修炼 基本上是没有灵根或是被废弃的灵根 或者是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的废修 因为仙界的天地元气要远远高于普通仙城 所以就算是这里不适合仙人修炼 居住的也都是一些寻常而没有灵根的人 这里的人普通寿命也超过了两百岁 一些身体好些或不小心服用过一些仙才的 能够活到二百五十岁以上 仙齐村虽不能修炼 但同样没什么高级仙人 更没有妖兽过了 而且仙齐村还有一点好的地方 便是物产丰富 这里靠近吉泽海 足以让这些没有灵根的普通人 获得衣食无忧 他们大多在海中捕捞 偶尔也会在远离贪毒的地方 开出一些地 种植各种瓜果蔬菜 宇京凤就是仙齐村的一个渔民 尽管他才十三岁 但是天赋神力 已经可以单独出外捕鱼 一般情况下 宇京凤是凌晨骑船出去 晚上才回来 今天的宇京凤刚刚解开自己的船 就震惊地发现 在他船停下的沙滩上 还躺着一个死人 不 确切地说 是一个只剩下骷髅和人头的死人 不时冲上来的海水 已经将这具尸骨冲刷得煞白 宇京凤的目光 立刻落在这具尸体的手指上 手指断裂成几节 没有丝毫血肉 但上面却有一枚戒指 宇京凤虽无灵根 也只有十三岁 但不代表他不知道仙人 生活在涌英仙域的边缘 他也听说过一些仙人的事迹 甚至偶尔还能看见几道飞舰 从仙骑村飞过去 有时候 他也羡慕这些能够踏空飞行的仙人 可惜的是 他没有灵根 无法修炼 他至今还记得爷爷安慰他的话 风儿啊 没有灵根不见得是件坏事 很多有灵根的人 还不一定由我们活得长呢 当年你父亲呢 就是因为被查出灵根还不错 离家去寻找宗门 结果呢 一去就再没了消息 还有你哥哥 他怎么死的 不就是知道自己有灵根 不想留在仙骑村 结果如何 想去修宪 可别人带回来的信啊 是他已经死了 只是可怜了你嫂子 唉 当年爷爷和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还才五岁 如今八年过去 十三岁的他 早已习惯在大海中求活 过寻常渔民的生活 可今天 他居然看见了仙人 不但看见了仙人 还看见了戒指 他听说过 戒指是空间暴物 仙人所有的好东西都在里头 这一刻 玉京凤的心 碰碰乱跳起来 即便他不能修仙 这戒指对他来说 也绝对是无尽的财富啊 远处又有几个村民走过来 玉京凤再顾不得自己的激动 赶紧将这具尸骨搬到了船上 同时开动了自己的渔船 他可不傻 一旦他将这尸骨手中的戒指拿走 尸骨若是留下 肯定会被人发现 玉京凤加快速度 很快控制着渔船进入了深海区域 见周围再无旁人 他来到船舱 他是准备来拿戒指的 可当玉京凤的手刚碰触到戒指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刚才被海水还冲着发白的心脏 此刻居然有了一丝血色 不但如此 那带着一丝血色的心脏 似乎还跳动了一下 骨骼中只剩一颗心 这心还在跳 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于可怕 但玉京凤也听说过 很多仙人有时候没了身体 同样可以活过来 这仙人的心脏既然还能跳 那显然是没有死 玉京凤之前的激动心情 顿时冷静下来 爷爷的话言犹在耳 京凤 在这里 我们只是仙界中 最低层的存在 要那么多财富又有何用 富贵让人增加惰性 让人产生贪念 一个人有了贪欲 就会迷失自己 记得爷爷的话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人可以没有富贵 不能没有坚持 爷爷 什么是富贵 以后 你就会明白 玉京凤的手 从戒指边缘挪开 他想 他已经明白了 爷爷所说的坚持 到底是什么 他之前激动的心情 忽然平复下来 他离开了船舱 开始检查渔网 准备下网捞鱼 莫无忌感觉到 似乎有人搬动他 他想努力睁开眼睛 但他根本没有能力 他甚至想进入不朽界之中 可惜的是 他同样无法办到 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破碎 觉察到自己的脉络 几乎断裂九成 唯一没有断裂的两条脉络 是生姬罗和一条处神罗 莫无忌知道 这个时候 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人家就算想把他化为灰烬 他也只得认命 他心里很清楚 此时沟通不朽界 一定很危险 但他顾不得了 他再不自救 就算是活下来 以后也无法再行修炼 若是不能修炼 他活着和死 又有何区别 他和别的修士不同 没有元神 修为再高 也只是一个寻常的凡人 所以他的肉身 绝不能彻底毁了 他必须修复自己的肉身 通过楚神罗的神念 他沟通了诗海 然后到了自己的不朽界之中 大爷 莫无忌的神念一进来 不朽界中的甩锅 就感觉到了他的虚弱和不对 打开此葫芦 这是莫无忌唯一能给甩锅的念头 以他的能力 现在根本无法打开葫芦 即便这葫芦是他的 甩锅知道出了事 赶紧冲过去将葫芦打开 一道鸿蒙生息 瞬间被莫无忌的神念裹住 渗透到他的身体之中 尽管莫无忌此时此刻 只有生鸡落和楚神落 但他的食海还完好无损 生鸡落和楚神落 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周天 然后迅速修复莫无忌的其他脉络 莫无忌仅剩的一些意志 运转自己的炼体功法之后 再次陷入无尽的混沌之中 他知道自己的肉身残破 脉络断绝 即便有鸿蒙生息 但这时运转炼体功法 也会比运转修炼功法强上很多 一丝丝弹道几乎没有的气息 开始慢慢滋润莫无忌残破的肉身 随着楚神落和生鸡落周天运转 他那些残破的脉络 也开始逐渐修复 每多修复一条脉络 滋润他身体的气息 就会更多一些 爷爷 我回来了 雨惊凤将莫无忌背在背上 手里拎着两大鲍鱼 走进了一个食物院落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传出来 惊凤 今天怎么会得这么晚呢 天都黑了 雨惊凤连忙把背后的莫无忌解开 放在了一边的石椅上 爷爷 是因为我在沙滩上 看见了这个人 我担心回来早了 会被人瞧见 救仙者 老者皱起了眉头 见爷爷皱眉 雨惊凤连忙说 爷爷 如果我不救他 他肯定会死 我救他的时候 他比现在凄惨不少呢 仅仅一天的时间 我觉得他似乎多了些生气 还有 你看 他有一个戒指 老者叹了一口气 哎 你将他送入你房间的床榻上 出来爷爷跟你说几句 是 爷爷 雨惊凤赶紧把莫无忌拖起 送入了自己房内的床榻 等他带上门走出来 老者面色凝重地说 静凤 你也知道他是个修仙的人吧 还知道他有一个储物戒指 雨惊凤有些惶恐 他和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面色如此凝重 莫非他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拿他的戒指 这是对的 老者沉声说 爷爷教导过我 人可以没有富贵 但不能没有坚持 雨惊凤感觉爷爷不是要骂他 心里轻松了一些 啊 没错 你能做到这个 已经很不错了 从现在开始 你负责照顾你房间里的那个人 记住 不允许告诉任何外人 是 爷爷 雨惊凤赶紧回答 可犹豫了一下后又说 嫂子回来也不告诉吗 仙儿回来了 我和她说 唉 老者又长叹了一口气 他还有一句话没有告诉雨惊凤 就算是这仙人死了 拿回他的戒指就等于富贵了吗 那等于死得更快 况且一个仙人不能动 那也不是凡人能动的 因为仙人还有元神 至于将这仙人救回来是好是坏 他一样不知道 凡人的生命在仙人看来就是蝼蚁 这修仙者身受如此重创 显然是被仇家所为 不管是他的仇家坠了 还是这修仙者醒来后灭口 他爷孙二人都是死路一条 可惜的是 自从惊凤将人救回来之后 他俩早就没了退路 不朽凤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凤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